100年前的美国就如此发辣了 这是我在网上看到有人在讨论的 还有100多年前 1930年代美国纽约港的真实视频影像 遥想当年美国就已经是高楼大厦了 实话实说 那时的我们是动荡不安的 你说那时候咱们跟美国差多少倍 100倍会不会都少说了 今天我也起这么一个题目 通常我的视频流量有限 希望这么个题目 各个网站多给些流量 其实最早我看到这个题目的时候 我也以为是美吹 可当我看完相关的视频之后 我的真实感受不是感叹美国有多发达 而是我们中国有多牛 是怎么用几十年的时间 如此快速的拉近和美国的距离的 甚至他们都到了要打压我们 遏制我们发展的程度了 那天在网上看到个说法有点意思 说我们的强大不是从我们这听来的 而是美国人告诉我们的 因为近些年 他们一直都在身体力行的告诉我们这事 我一琢磨是这个道理 你看他们说华为太强大了 制裁TikTok太强大了 打压中国汽车太强大了 控制等等等等 所以我们如今的发展 不用我们嘴上去吹嘘 有些人是真的误解了 口口声声说我这样的博主 就是在为中国唱赞歌 首先我不理解都是中国人 为什么不能赞扬自己祖国的发展和进步 反而要嘲讽 要阴阳怪气 其次这些话不需要刻意说 也不需要我们刻意的说 是美国人近年来身体力行的 再让全世界都知道我们中国到底有多强大 我说的都是事实吧 这一点应该没有任何意义了吧 想想以前我们跟美国的差距 多少人吃了多少苦 流了多少血才能有今天的生活 真的太难了 1900年的时候 美国就有地铁了 而2023年美国才有第一条高铁 算不算高铁呢 这还有点争议吧 可如今我们中国速度在全世界闻名 这根本不用我多说 明眼的老外都知道数大目隔 所以说发展有如逆水行舟 不进则退这话没错吧 甚至都在发展 你慢他快都分分钟被赶上 到了今天美国人应该明白了这个道理 还有一句话我要说的是 火车跑得快全靠龙头带 这话大家能听懂吧 现在回头看看咱们家过去做的那些重大决定 简直是太有远见了 当然组织能力是一方面 咱们人民也是真的勤劳勇敢 有家伙情怀 讲究人意理智信 不畏惧困难 我说的是咱们大多数三观症的中国人 不是少数三观有问题拎不清 还帮外国唱出来自己家的那些人 说说自己的真实感受吧 其实我小时候看新闻联播的时候 说实话 有的时候我也真觉得是在唱上歌 有花饼的感觉 但是现在呢 回头想想以前的自己是多么幼稚啊 都用不着跟今天视频里去比较1930年 哪怕是看看199几年 跟现在比比那都是翻天覆地的变化呀 所以我是真的不明白有些人怎么能够睁眼说下话 说我们这不行那不行的 难道没有记忆吗 就是年轻点的家中没有长辈吗 都忘了过去我们是怎么一点点发展到今天的吗 现在好多人每天在网上的任务 就是拿我们跟美西方去做比较 各方面的比 可是比较真的是全面客观的吗 是真的没有任何预示立场的吗 不知道多少朋友有过管理的经验啊 我想凡是有过的人都知道 就是管上几十个人都不容易吧 想想咱们有十几亿人难度有多大 比起那些西方人少的地方又如何 真的是难以想象啊 所以我反而是年纪越大 经历的越多 见过的人和事越多 越感到钦佩 尤其是我出国之后 可以说亲眼见到了西方的问题 看到了近些年中西方发展 所走过的轨迹和差距 以及外媒对我们的不实报道 要说粉饰太平这词啊 西方人才是不遗余力的 让他们的人民只看到自己的强大 听到别的国家的不发达不先进 所以到了现在了 我见到有的西方人 真的是知识面窄的可怜 对我们中国的印象 还停留在几十年前 睁眼看世界这句话 对他们来说谈何容易啊 因为他们每天获取信息的渠道 非常有限 就连刚火起来的TikTok 他们的高层都要给封杀了 这就是现实啊 对比看看我们的互联网多么发达 任何人随手拍一下 发表的观点都发的出来 甚至是胡言乱语的都可以 这正是说明了 我们比他们言论更自由 但在新媒体时代之前 在我这样讲述之前 有多少人还是认为 美西方才是真正自由的地方呢 我知道有些人一直在说 难道我们就没有问题吗 我想明确的说啊 当然有 尽善尽美我们做不到 别说我们了 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做不到 各国有各自的国情 我们全人类都在努力的 让自己的家园建设的更好 让自己的人民过上和平稳定 和尽量富足的生活 但不可能每件事都做到完美 不可能所有人都照顾到都会满意 这是实话吧 就是你去问美国人也会一样这么说 但这不表示他们就不热爱自己的国家 突然想起来在评论区看过的一句话 有人称赞我们国家的发展拍的高楼大厦 就有人评论说高楼大厦不代表发达 就连说到高铁都会有人帮着美国人说上一句 人家机场覆盖率那么高要高铁干嘛 说到国产品牌就有人说 什么叫支持自己人的品牌 谁跟你是自己人 他们公司的钱会给你花吗 有些人的认知水平和道德标准 真的令人堪忧 他们也不过是网络上的复读机和跳梁小丑而已 管他们怎么说 我觉得咱们中国人不管人在哪 不论在做什么 心中都不能忘了自己的根 所以我这样的视频有意义吗 该坚持吗 我觉得应该 不管有多少流量 我们都希望可以有人在自媒体平台上 把这些话讲下去 有些事会在坚持 初心始终砥砺前行 最后我想说感恩祖国吧 走过荣辱方显真章 几境迁华您依然昂扬 壮阔山河是您奔流的血脉 苍茫大地是您宽广的胸怀 勿忘历史未来可期